今日是長洲太平清朝 下午舉行飄飾巡遊 同以往一樣 巡遊有各式各種造型 亦都用了近期葉門話題做主題 吸引大批市民為觀 飄飾隊伍下午由北帝廟對開運動場出發 圍繞長洲的街道巡行 飄飾就一定不少得各式各樣 風刺時弊的造型 咦 這位小朋友看起來有點熟口熟面 原來是扮演近期貧貧樂區推銷政改方案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除了政治人物 近期因為電視劇而掀起話題的武則天 亦都是巡遊隊伍的焦點 飄飾架下還有唐高中李治相伴 你知不知道武則天是誰 中國的女皇帝 又第一次來看飄飾的遊客說 武則天的印象最深刻 好美的衣服 武則天很掌勁 我覺得是武則天 因為我覺得他的衣服很漂亮 我想試試做 我們有跟部份在飄飾架上 做角色扮演的小朋友聊過 他們說雖然今天的天氣很熱 不過有份參演的話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而你一個上面又有奶粉又有日用品 你又知不知道他在辦什麼呢 以和為歸 香港和內地本身都是一家人 飄飾巡遊的終點會到大石口的嘉賓棚 在那裡供遊客拍照留念 整個巡遊過程歷時大約四個半鐘 鳳凰衛視記者李康文報導 而在早上已經有大批市民和遊客 乘船到長洲觀賞飄飾巡遊 早前預計全日會有多達6萬人次進出長洲 其論一動 穿梭在長洲的大街小巷 為太平清照的連串傳統活動打響投炮 長洲碼頭一早已經人頭湧湧 不少市民和遊客 突然一早進來到處逛逛 到下週就可以霸定頭位 觀賞飄飾巡遊 來到長洲就一定要買個平安包 平平安安拿個熱頭 不過早前食物安全中心 驗出有餅店出售的平安包 含有可置銀的禁用食材 遊客就說不擔心 有人還買了兩搭 應該不擔心 因為他說經過食環署的網站 選擇那些硬料 應該安全的 應該安全的 所以我也有信心 而涉及使用有問題色素的餅店就說 他們已經換過一批新的平安包 食物及衛生局也有用電話跟他們跟進 確保平安包符合安全標準 我們即時已經燒毀所有有關的包 還有印材料都丟掉了 有影響那些 我們即時已經換過一瓶合規格 安全的色素的印 即彈料 如果不想吃平安包的話 今年有商戶還做了一批 印有平安置養的棉花糖 上面的造型跟平安包一模一樣 相信小朋友見到就最開心了 按照傳統 長洲北帝廟對開的三座包山共一萬個平安包 會在儀式之後分發被居民 但就因為連日來的大雨和炎熱氣溫 大部分的平安包都已經發了霧 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就表示 已經變壞的平安包會全數銷毀 他們會趕制另一批新的平安包分發被居民 鳳凰維持記者 李康曼報導 另外 太平清照的重頭戲搶包山比賽 原定在午夜舉行 但由於現場下大雨 暫時未知比賽能否如期舉行 受天雨影響 在長洲比賽場內 晚上除了工作人員和相關店鋪負責人之外 未見有其他市民 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副主席何麗安說 仍然開會討論是否繼續舉行比賽 會在晚上大約11點公布決定 有排隊的市民說 第一次到長洲觀賞比賽 如果取消會覺得失望 亦都有人說 下雨可能影響選手表現 但無損觀賞者的慶滯 大概 除了